Hello,大家好,我是文和 我现在已经回到深圳了 没有在印度了 回来有两三天了 一直都是在那里 呼叫 然后也好好休息了一下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后面去德里 去北印度那边 然后跟这些中国人 包括跟其他的那些大佬 聊过之后的一些总结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整个印度市场 包括北印度那边 现在到底是一个 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另外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接下来的一个打算 包括我那个明年的一个计划 包括怎么去接下来拍这个视频 其实这要说北印度那边的话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北印度 其实这个还跟我拍视频有关 因为我去印度之前 我是不认识一个中国人的 就是在印度那边创业 或者说在印度那边做投资的 我一个都不认识 所以我才带了三项货 跑到我之前那个客户 也就是我朋友那里 然后我至于就是拍视频 我为什么拍视频 我之前也在第一个视频 包括第三个视频跟大家讲过 就是想给自己留个经验 另外就是想 就是撑一下这波自媒体这波风 看能不能赚点钱 另外就是还有就是 给拍给我的供应商看 就是告诉他们 我去印度是真的去做事情的 我不是去玩的 然后就是另外还是拍给我朋友 包括我客户那些人看 所以我从来没想到 就是说后面会有一些很奇怪的 就是一些很不一般的经历 就是拍视频 其实赚钱是肯定没赚到钱的 因为我们我就一千多个粉丝 能有多少钱 总共赚了不到一两百块钱 但是认识的人很重要 你知道吧 就是首先扯回来 就是去北印度 去北印度的话 是我后面 那个我跟我朋友弄翻 弄掰了之后 然后一个在北印度 就是一个大的手机厂 具体哪个厂我就不说了 认识了一个里面的主管 然后他说 那你要不来德里看一下 我说可以啊 反正明年 这边搞不定 那就去德里那边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后面我不是就把货 又发到姓德里 然后过去投奔他了吗 然后他跟我是差不多 同一时间到德里了 他回去必迁 来深圳回来必迁 后面回去的时候 我就给他找到半个小时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回了他们宿舍 第二天他又给我介绍了 另外两个湖南的老乡 就是乡谈的 然后他们两口 直在印度也做了很多年 也不是说做了很多年吧 做了两三年 然后已经也慢慢开始 就是说在那里 已经算是站稳脚了 也赚了一些钱 通过他们 我又认识了我一个易烊的老乡 一个老板 在东莞那边 然后现在是在印度那边卖设备的 今年过去的 投了一些钱 但是现在也慢慢的 已经开始在回本 就是已经开始在隐利了 我觉得真的太牛逼了 比我年纪应该要大很多 大一轮以上吧 我那天去他公司 然后去开会 我都替他着急 真的真是 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单词 他既然他都能搞得定那些印度人 他招了有高峰的时候 招了十几个 然后现在也有七八个印度人在那里 他英语能看得出来 口语确实不怎么好 因为看他开会的时候 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吐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他说他还是挺看好这个市场的 而且他现在已经 也算慢慢步上正轨了吧 明年准备搞大一点 然后继续把这个市场 看能不能快点占领掉 所以另外就是这一块 还有就是有些通过视频这一块 我又认识了其他很多人 比如说那个浙江商会会长 印度浙江商会会长 我也是别人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转介绍给我的 然后我也去跟他那里聊过 然后他也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 包括他说如果明年再过去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们也会帮助我 把这个如果说注册公司 包括企业入住 工厂入住 他们都能够给一些很好的建议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另外那些做公司注册的 包括之前一个普华用道 我之前也讲过 我去他那里聊过 他们这一块做公司注册 代理机帐也挺专业的 然后他们又在公司注册这一块 也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 所以这一波一波 还有其他朋友了 我聊过了很多 去北印度之后 我就根本就没有讲过英语了 就是天天跟他们讲中文 他们的效率 包括共同的速度 他们会教我怎么去避掉一些坑 这个东西 后面发现这个市场 就是比较算是出 进入了初级阶段吧 就是入门级 就是把这个市场 基本上已经慢慢摸透了 也没摸透吧 就是刚刚入门而已 但是他们是真心想会去帮助我的 因为我看了我视频 或者说听了我的故事之后 觉得这个人确实挺有决心 挺有毅力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还是期待我明年继续过去 然后去干一番事情 所以说总结下来 跟他们这么多人聊过之后 其实总结下来 现在就是这个市场 潜力肯定是巨大的 没有人真的在那边 所有在那边已经做扎根了的 或者已经做开了的 都觉得这个市场潜力真的很大 毕竟人口十几亿在那里 不要谈什么大数据 谈这些东西 因为总有一些机会在那里 你知道吧 尤其是国内现在 生意这么难做的情况下 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往印度去搬 现在新德里那边 大概有一千多家公司跟工厂吧 工厂我估计有个两三百家 大部分是跟小米 Vivo OPPO这些大厂 做配套过去的 很多这种深圳这种 大把的这种中小型企业 还没有过去的 但是怎么讲 这个市场包括整个新德里 包括诺伊达那边 中国人都是好几万人 然后今年估计 就是2020年 接下来两年 会有大把的公司 往那边去搬 之前的话过去 比如说去那边投个厂 或者说注册公司 会很麻烦 会有很多很多坑 但是因为中国人 现在大把的公司已经过去了 很多中国人在那边 开始做这项业务了 中国人坑中国人的会有 但是毕竟还是没有 印度人那么坑吧 所以现在入住的话 还是会容易很多 之前有可能十个里面进去 有八九个七八个倒在里面 但是现在如果入住进去 自己规划好 然后再加上一些 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帮你带带路 其实还是风险还是小很多 所以说看你个人的一个工厂 包括公司的一个规划吧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反正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说如果说回到二十年前 你不要以现在的眼光 去看现在的印度 你要以过去的眼光 看现在的印度 你知道吗 它的经济肯定是落后中国 而且永远不可能赶上中国 这个是事实 但是你说它不超过中国 或者赶不上中国 它会一直往前发展 这是肯定的 毕竟这么大一个人口在那里 是不是 所以我接下来的计划就是 我现在就是回到国内 这两个月接下来 只一个多月吧 主要是做一些 不测公司的准备 包括另外就是 现在其实我最想做的 第一计划就是 看能不能说服一个工厂 或一个投资人 就是过去搞一个小的加工法 因为这样子产品才更有竞争力 可以省掉关税跟 省掉一部分关税跟增值税 所以对后面市场拓展 会比较有大的帮助吧 但是这个说投资建厂 这个不是说大的投资 就是一个小做法 我们就把最后一道 组装工序放在那边 把产品包装一包 然后就直接往市场上去推 就是这样子的 不管线上线下 我都觉得还是有 有一定的把握 能够把它给慢慢弄起来吧 就是我 我是觉得我如果说去做市场 或做销售这一块 比较还可以 但是你说做研发 做生产这一块做主管 还是不行 所以说还是需要找一个研发能力强一点的 看他们愿不愿意过去 先搞个小周房试一试 投入的话大概也就一年 就是净亏损也不会过百万 大概也就六七十万吧 七八十万 如果运转的好的话 有可能二三十万录下去 然后基本上有个三四十万就能够运转开来 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个 这个风险还是要大一点 这是我的第一规划 如果第一计划 如果说没有工厂或没有投资人 愿意过去的话 那有可能我就自己过去 先搞个小的贸易公司 先把那个 和亚马逊先上上去 另外做一些弊端的贸易 明年在那边好好弄一下 如果说那边做不开的话 有可能我就会回来 然后把那个公司先放那一边 然后以后主动在国内开发印度市场 因为现在物流也好 包括我如果有印度公司 那我可以直接做双清 然后还税给他们 所以后面有可能 对我去打印度市场也订得帮助吧 所以就是这样子 另外就是如果说有看到我视频的 另外的投资这些大佬 包括之前国内也有很多人 私信给我说一起谈项目了 我已经来深圳了 大家可以来跟我聊一下 说看怎么具体去操作 如果有更好的项目 或更好的计划 那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是不是 至于视频这一块的话 我接下来有可能就不太 怎么会更新的 接下来这一个月 因为我主要就是准备公司注册这些材料 包括其他的 因为我又不是做美食 也不是做开箱 不是什么科技博主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的话 有可能就不会怎么更新的 有可能给大家来谈一下 我之前做众筹项目的一些事情 包括回去了之后 过年回家的时候跟大家谈一下 我之前的一些事情 但是不会就是以这种频率 比如说两天 一天三天 这样跟 应该做不到了 因为没什么好拍的了 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因为有些事情真的不好 跟大家在视频里面去分享 比如说我跟这些 在印度那边跟他们聊的一些内容 包括我来这边之后 在深圳这边 比如说去工厂怎么谈 有些东西怎么讲 这个东西毕竟还是一些商业的东西 毕竟还是会影响到 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利益 所以我不会跟大家去分享过多的内容 但是大概或者说一些 比较大致的方向 或大概的一些操作手法 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觉得可以 我会跟大家讲 如果觉得不行 那我肯定也不会跟大家讲 毕竟这个东西 我要对我自己的公司负责 也要对别人的一些负责 是不是 希望大家理解 好了 反正就是这样子了 接下来反正如果有有兴趣的可以私聊我 然后我们好好了解一下 然后一起去把这个印度市场看怎么能拓展开来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还是希望大家都去关注一下 大家看我的视频 不要只看一个 你看一个 有可能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人在讲什么 但是你如果说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 你就知道 哇靠 整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回事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有可能就理解了 所以说有些之前 包括我在印度 关于印度的一些 之前的一些评论也好 大家也不要去那个毕竟我不是专业的 再说一遍 我不是专业的什么学者专家 我只是做个生意而已 所以对生意感兴趣的人 可以多关注一下 明年肯定会再在印度的 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太喜欢 轻易放弃一个事情 要做 肯定就要继续做 除非做到真的没法往下做了 我就不做了 如果还是凡事有一定的出路 我都会努力 净百分之百的努力 去把这个市场 那个之前讲过 就算一块铁 我要把它啃出一个口子出来 再难也要往后面走 是不是 OK好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我 拜拜 拜拜